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收看《全国的一用》 我是主持人徐国勇 顾粮真的顾到没有天粮了吗 谢国粮要被罢免 国民党要顾粮 谢国粮自己也要顾他自己的顾粮 就顾到没有天粮 不少我们的节目 基隆观众朋友传讯息过来 说传闻有不少的反罢粮的奥布一一出现了 有要办餐会 要挺谢国粮办餐会 有市民说 你要写盗用各自的调查单 甚至连基隆市选委会 他也不演 他说只要发现罢粮的联署数有一亿 就要发查询单 而且查询单用双挂号 双挂号 哇 这个是一般来讲 除了在诉讼上会用双挂号以外 很少看到双挂号 尤其双挂号都只在明示诉讼 连刑事诉讼检察官都没有用双挂号 所以我要让大家知道 哇 他用这一招 然后呢 当你介绍了挂号信 问你有没有连署的时候 你没有回复 我已经连署过了 我为什么要回复 或者是你过期才回复 叫你三天内回复 你第四天才回复 你的连署数就不算 就无效 请问 这个程序有规定在选罚法吗 有没有违反行政法的两个大原则 等一下要告诉你 行政法有哪两个大原则 每个读法律的都知道 谢国梁 你要号称你读法律的 我就怀疑你不懂 因为你根本就没有把法律读通 所以我们看到了基隆市的选举委员会 胡搞瞎搞 乱搞一通 是不是这样子 白宾乐要罢免这个行为 被他没收吗 所以他要没收罢免吗 大家都在问的时候 这个地方有问题的还不止基隆 还有台北市 幼儿园爆发的狼尸案 台北市政府慢了一年 在惩处原方 还有那个狼尸 是不是处理不当 还没有确定 不过市政府的副发员就开呛立委 开呛立委 说啊 谁才空白了一年 哈 你市政府空白了一年没处理 反过来 把责任推给监督的单位 这对吗 人家有监督哦 是你没有做哦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 蒋万安的这些副发员人 是不是把蒋万安当作宝贝 帮他再卸责呢 稍后我们要针对这些议议 议题 一一的来探讨 现在我来介绍我们今天的来宾 第一是我们的台北市议员 我们的简素培 素培 勇哥好 大家好 我们的新北市议员 卓冠廷 冠廷 勇哥好 大家好 我们的新北市议员 张嘉玲 佳玲哥好 大家好 还有我们台湾医事法律学院的执行长 我们罗俊仙 罗医师 勇哥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基隆市议员 郑文婷 文婷 勇哥好 大家好 我们的新北市议员 陈伟杰 伟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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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要让大家看 九种查询回复状况 都要视为无效连署 你是查询的回复 可以把它视为无效连署 请问选报法哪一条规定 你的行政规则可以超越法律 你也差不多 没有读书 不要没有读书到这种程度 好不好 明团轰基隆市选局委员会 就是谢果良的打手 这怎么一回事 我们来看个相关报道 基隆市选委会 从上周二起 针对罢良案 联署的名册 展开查队 但不止因为要审查40天 被执意是想拖到 选罢法修法通过 针对有意义的联署书 也要寄送查询单 给当事人复查 时间内没回函 就被视为无效连署 罢良团体怒轰 根本是刻意刁难 如今听闻地方选委会 要以前后字迹不一 作为判定不合格之理由 实在感到荒唐不已 查队责任 应由主管机关 积极地进行 而非消极要求人民回应 第二阶段需要补件 甚至未通过 人民绝对会 百分之百怀疑 基隆选委会 只是沦为国民党 及谢果良的打手 也呼吁说中选会所有的行政指导 基本上也要依法来执行 我想第一个才会符合法律的效力 第二个也才能够取信于国人 谢果良强调不管是地方或中央 都得依法执行 但结果市选委会却自定了九种查询 回复状况都会被视为无效的连署 包括信件 与其没人理 有回复但底下未签名 未回复等等状况 先为上级直属机关的中选会 主委李静勇日前还特地到基隆视察 也多次发声明 解释依过去的惯例 未回复人要视同 有效联署 更强调两边的依法 选务一体 还点名就是选委会主委总干事 虽然在基隆市府任职 但同样属于选务人员 得维持选务行政中立 我记住去 然后你没有回复 我就直接认定无效 这恐怕在法律上会有问题的 各直辖市县市选委会的组织规程 它是规定的非常清楚 各县市选委会是中选会去设立的 也就是说 是中选会的直属下级机关 那直属下级机关 如果说有违法或独职的话 甚至中选会都还可以把它撤职 虽然不能直接干涉 前主委陈英前表示 仍有制衡的手段 如果双方仍然意见不一 最后还得靠诉讼救济 让大家看基隆市选委会说 连署出友谊意将寄送查询单 预期招你查无此人进行认定 你的连署单无效 没有回复也无效 预期回复也无效 同时勾选是否怎样怎样 没有勾选或者是未签名 未盖章回复哦 是回复的单子没有签名 没有盖章没有勾选 一律都视为无效 我说贵人双方委员会 你也差不多了 你是有特助吗 去问一下行政法的教授 行政法有两个资助 两个原则 我在这里给他上个法律课 行政法的两大资助 一个叫法律优先 一个叫法律保留 法律优先就是一切 跟人民权利义务有关的 以法律为优先 你不可以用行政命令 去违反法律 去侵害人民的权利义务 假如法律已经有规定的话 你不可以用你的行政规则 去侵害它 第二个 人民任何的权利义务 没有法律的规定 你不可以侵犯 换句话讲 你要克我一块钱的税 对不起 你要法律依据 要经过立法院三毒通过的法律 你要我多捐一块钱 譬如说烟捐 这些什么酒捐 买烟买酒 要多烟捐 多酒捐 对不起 要有法律依据 没有进化立法院三毒 你就是不可以 所以有一句话 我让大家知道 在战场上 一个将军可以叫一个军人 一个小兵往前冲 你一定要往前冲 那个小兵说我不冲 那你太危险了 那个将军可以在战场上 当场把他枪毙 为什么 因为不服从命令 在战场上 可是 你可以叫他去拼命 叫他往这里冲 他可能会死掉 而这个兵还是要冲 可是一个将军可不可以说 哇这个小兵有一支钢笔 一支原子笔好漂亮 我都可以要你去送命了 你那支原子笔给我 一支原子笔没多少钱 给我给我 可不可以 不可以 因为那是他的财产 这样懂吗 所以我要让他知道说 人民的权利义务 一定要法律依据 法律规定只要联署就有效 你怎么可以说 你在寄送个什么 查询单 然后呢 你不回复 就无效 那今天如果法院 或者是我们的公务机关 或者是副政事务所 寄了一张单子给我说 徐国勇你还活着吗 我一看我一定很火大 我干嘛回复 我不回复 你就把我除名了 你就当作什么 死亡宣告了 有这种政府 有这种过人家的政府 这个市长要号称读法律 不要你的脸皮这么厚 怎么来看呢 勇哥你讲的太清楚了 让我想到我大山上行政法 这个观众朋友今天要认真听 跟你的权利迫切相关 每一个人都不应该被政府 侵害你的权利 今天谢国良他的选委会 真的是为了雇粮 雇到梅天梁 用尽所有的手段 就要互助谢国良 首先第一个 谢国良如果真的 按照现在民间团体 跟基隆市的明代 所揭露这些资讯 他是干了韩国瑜 都不敢做的事情 韩国瑜当时还不知道说 如果高雄的这些市民 联署过了 他是有可能被罢免掉了 他当然知道 两军对了 没有谁输谁赢 可是谢国良 他现在的玩法是 到时候 把这些认为 他自己判断 宣委会判断说 这个签名有问题 这个盖上有问题 寄信给你 寄给你 你只要没有回 直接把你判断说 你就是被伪造 被仿冒 这样 当时在高雄的时候 没有回的1093件 也没有被纳入 是认为说 这个是不合格的 所以简单来讲 谢国良的宣徽 如果敢这样干 那就是韩国瑜不敢干的 谢国良干的 再来第二个 行政资源全部动起来啦 这几天有台的独家新闻 看到说 怎么会里长跑出来 叫民众去签 我的身份被冒用了 然后一看到有人拍 直接把他收回 然后我讲 不能让你拍 这心里有鬼嘛 再来第三个 汇选案是不是真的 在这一次的罢名案当中发生了 而且是反向的发生 我们过去有看到所有的说明会 无论是什么市政说明会 罢名说明会 什么宫廷会 如果是在用餐时间 大家有时候为了让民众方便 准备个包子 准备个便当 准备供丸汤 这都OK 但你从来不会看到一个活动 直接大啦啦跟大家讲说叫餐会 结果我们在这一次的这个 办的基隆三海关社区 这个大社区 由基隆行动联盟 反罢免基隆市长联盟 直接去讲说 7月21号出席 三海关餐会 现场准备 buffet吃到饱跟茶点 不好意思 我们船没看过 以前是活动现场 顺便来用个便餐 现在是直接大啦啦讲 大家来参加餐会 为了什么 反罢免 这有没有会选问题 所以我刚才讲的这三点 就只有一个结论吧 是基隆市的选委会 基隆市的基层里长 甚至连反罢免的团体 已经全部串在一起了 就是为了要互助谢国良 我再举个例子给大家听 我有一些保险 那保险公司每年都会寄一张单子给我 要我回复 我有没有搬家啦 资料什么要回复 其实我都懒得回复 我都不回复 我几乎没有回复过 请问 我的保险单就失效了吗 我的保险就无效了吗 啊 拒拧查询单 你查询单寄来拒拧也无效 你的查询单到时候 哇 我相信在有很多诈骗团体 现在已经开始在寄这个查询单了 相不相信 所以你用这个等于是在什么 在提醒这些诈骗团体 赶快来寄查询单来骗你是不是 来骗你的个资是不是 人家拒拧 联署也会变无效 鬼朗市政府 你也差不多了 离谱成这个样子 来来我们现场又有个律师 又是议员 我想这个谢国良在霸梁刚开始的时候 他特别跑去拜访了韩国瑜 我相信那一次他一定是去跟韩国瑜请教 他怎么面对罢免 而这个查询单就是他去跟韩国瑜请教来的 没怎么会骗得这么准 这个查询单非常明显就是要用来查水表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收到任何一个文件 除非你明显的有证据证明这个是造假 这个是被伪造的 否则你会说这个是假的吗 这一张文件这是假的吗 我们原则上推定 尤其是法律上 我们所有的文件我们推定说 这个是真的 那你选委会你却反其道而行 我是先把他认定说 这可能是假的 所以我要发查询单去问 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 那我想请问一下 民众可不可以回头来问你说 你这个选委会到底是不是真的发文 就像刚刚我们勇哥讲的 万一有诈骗集团利用现在这一个情况 他去偷了一些个资 跑去跟民众行使这些诈数 那后面被骗的民众怎么办 我认为这个是非常不恰当的一个查询的一个动作 那你如果说真的 我们检查的结果发现说这里面有遗议 那应该要怎么做 应该是由我们的选务委员来做决定 这些应该要再去厘清再去弄清楚 而不是选务工作人员自己看一看说这个有遗议 所以我通通都要发查询单 这个不对嘛 那再来 就是选委会他们特别强调 他们这一次寄出查询单是用双挂号寄出 双挂号是为什么 为了慎重 他这一个动作他是要告诉民众说 我们很慎重 所以你们一定要安装安装 可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看看双挂号既然是为了慎重 那你一定要确认他会送答 如果像那个选委会所讲的 招领不到 或者是招领预期 或者查无此人 这是你的送答不合法 怎么变成民众的联署不合法 这个怎么样的一个法律逻辑 完全得不出这样的一个答案 所以我们认为说选委会 他应该更清楚的来解释清楚 为什么他要发这个查询单 而且你发查询单的标准 你到底怎么定的 你不能说因为工作人员认为这个有遗议 所以我就发查询单 你把四万三千多份 你全部有遗议 而且我听说听说今天选委会就要寄出第一批的查询单 总共有两千多份 这个部分选委会要不要讲清楚 要不要说清楚 你们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标准来寄发这个查询单 否则你很难让人不连着想象说这个根本就是在查水表 所以呢 今天起要寄出首批的查询单 八月二日以前必须回函 所以被寄送查询单的人八月二日以前必须回函 没有回函 你的联署无效 哈 中华民国有这种法律哦 出过怎么办 有这个法律 我要问一下中华民国有这个法律 你的这个规定有没有超越法律 有没有违反行政法的两个基本原则法律优先 有没有 这个原则有没有违反 所以我刚刚有够理谱的理谱 所以哎 是不是 我发觉说过两次政府尤其自称是读法律的 社会两个就挑战你啦 你根本就不是读法律了啦 读法律的人不会做这种事 怎么看 他当然不是读法律的啊 因为他是玩政治的啊 才会做出这件事情嘛 所以刚刚文庭议员讲的非常好嘛 他学的是谁 学的就是韩国瑜 我刚刚上网去查了一下 韩国瑜当时被罢免的时候 也有寄出这个查询单 学的就是韩国瑜 韩国瑜教他这一步 他都完全学起来嘛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 到目前为止 有被推动罢免有谁 韩国瑜 陈伯伟 林长佐 黄国昌 还有黄杰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就是现在的谢国梁 除了谢国梁跟韩国瑜 有这个查询书之外 其他人都没有 而这两个人 韩国瑜跟谢国梁 就是握有行政资源 他们底下的这个所谓的 包含基隆市的选委会 跟当时的高雄市选委会 全部都是市长说的话算嘛 选委会的总干是 自己人啊 我要怎么处理 我怎么恶搞 我就怎么恶搞嘛 所以当时 其实包含民团在联署的时候 我就在想说 你就算是过关 谢国梁一定 太硬太胖 因为握有 选委会的人 就是他 他一定会想帮设法来背个所有大家的联署 但是不要忘记 当时韩国瑜用这一招下去之后 怎么了 大家所有的 这个高雄市民怒了 怒了 所以全部都出来投票 要罢免韩国瑜 谢国梁你现在继续学韩国瑜 我觉得你接下来就步上韩国瑜的步法 不过我还是要觉得 这个行为 不是个法律人应该做的 所以韦杰 寄个查询单给你 你没有收到 那或者是晚一点回 无效 有这种法律吗 你这样搞吗 当然我觉得大家想了那么多 我觉得基隆市选委会 还是会按照相关的这个法律规定 来做一个进行 他也有讲到说 他是根据他这个 这个提议联署的这个查队办法 就是说这有两个前提 第一个他认为疑似伪造 或是无法这个确认的状态之下 在这些状态之下 他会去寄这个查询单给这个当事人 那所以我就觉得说 你们要认为这是一种政治的操作 但是我说真的 我认为他也是为求慎重 不要不要觉得说 这全部都是政治的操作行为 第一批才两千份 总共有四千三 三万一千份就已经超过 他已经达成一个联署的状态 有消息出来了 他要剔除一万三千份 所以李彦龙才会讲这句话 而且他全面性的要发 所以他要把那个时间拉长 所以我不管发两千份 几千份 几百份 请问可不可以说 预期招领就无效 对 可不可以这样 今天假如我住基隆 我在这个时候放假的时候回来联署 然后接下来我工作在竹北 因为我可能是个科学家 可能是个工程师 然后呢我最近没有回来 结果过来的招领 说我有一封挂号信 市政府寄来的招领 请问我没有回去领 我的联署就无效 有这样的法律吗 可以这样吗 我要问的是这句话 这个是基隆市选委会讲的 预期招领无效 可以吗 我要问这句话 可以吗 我还是认为说 以法律的观点 从一个行政的观点 可不可以这样 今天假如市政府要退我税金 好 我们税金今天出要退我税金 退我两万块税金 明信片寄给我了 或者信寄给我了 我预期没有去领 所以这两万块政府就没收了 就是他的 就表示退给你无效 是这样吗 没有 所以我刚刚提到 就是说他地方的宣慰 他可以本于全责进行认定 只是说这个认定 大家的一个认知 能不能接受这个问题吗 但刚刚勇哥讲说 他寄来 我没有回复就认定是无效吗 就是宣慰会讲的啊 对 回到最前面 他就是认定这个东西可能是伪造 或是无法认定 才会寄出去 他会寄给他 就是因为他认定这个联署 是有问题的嘛 有疑义他才会去寄嘛 有疑义 没有疑义他不会去记这些问题 我觉得刚刚勇姐讲说 没有回复就有问题这件事 这一句话大有问题 不是 我是来不及查询单回给你说 有 这个联署是我联署的 但现在基隆是说 只要我来不及回复 你就是假的 不是 我要问一句话 怎么会对 不要说我慢回复 慢 慢回复啦 我纵然不回复 请问我的联署出 有没有效 有效 这个联署出 他已经有先认定 他认为这有疑义 他只会寄东西给你了 我举个例子 今天我就在电视机面前 联署一张 然后送出去了 结果他给我个查询单说 我说我已经在电视机前面 都已经联署了 大家都知道 我为什么要回复你 我就是不回复 请问无效吗 基隆是学会说这样无效呢 因为他先认定这张 这个联署是有问题 他才会寄 寄通知单给你 你可以质疑 他的认定的方式 是不是符合大账的接受 他凭什么认定 他凭什么认定 这张有问题 他到底怎么认定的 他凭什么认定有问题 他既然认定之后寄给你 就是他本宜全责 他认为这个有问题 不是 可是我觉得 今天我要先讲清楚 他凭什么认定 你让我讲 我要提一件事 我听法律是这样子 你不可以无缘无故 认定一个人民有问题 今天一个警察在 只要在街上 我就认定你有问题 身份证拿出来 衣服脱下来 我要检查 可以吗 所以他也不会无缘无故认定 他有问题 他就是无缘无故 一定有依据的 人家联署单 什么资料都齐全了 他说你有问题 我就是要查 可以这样吗 今天你一个人走在大马路上 我就说你有问题 警察 你是议员 你只要讲你是议员 他可能不敢 可是老百姓会不会这样子 所以我刚才有提到 一定是学位先看了这份联署 有问题之后 他才会寄账署单给你 法律行为的无效是 他欠缺生效药件 而致死当然绝对确定不生效力 那你要告诉民众说你这一张到底哪里欠缺药件 我要讲的就是说其实很简单 一切依法行事 法律规定连署 一切合乎资料 除非有人检举 譬如说我检举说 徐官有没有连署 那听说有他的连署数 这个时候他就可以去查 有检署数 徐官有没有连署 所以我来 徐官怎么有连署 有人检举他没有连署 那我去查 这是徐官联署了 如果的确不是 那就有人偽造人数 如果是 那检举的人可能有问题 这个才要去查 这个才要去查 没有人检举没有什么 他主动要去查一万三千多份 要把他排除掉 这种的参举委员 你也差不多 所以我为什么会讲说我怀疑 我怀疑 谢国梁你是读法律的 你还好意思讲 你大学也不是读法律的 你是在研究所弄了一个 弄了一个 去读一个B组的 然后弄了一个 所谓的快速审办法 写了那篇论文 所以拿到法学 法学硕士的 你还真的读法律了 我实在怀疑 有个 谢国梁没跟你管法律 谢国梁就算违法 我这态度很清楚 他现在就是硬干 我跟伟姊讲 你知道他这一次 现在的这个玩法 是什么意思 就是让每一个连署的人 只要被他寄信的人 一直要连署两次才成案 白话文一样 为什么 他先认定说 我觉得你的那个笔记怪怪的 用他觉得 他寄信给你 我不能出国 我那阵子 我不能不在国内 我只要没有回你 我就把我的排除掉 你凭什么 对啊 我现在想到出国的人 如果出国的人 没有收到怎么办 勇哥 我就说他不会随便认定 你这个人是有问题 他就是随便 随便是我们自己意测的 不是随便 就在就在我来露營的路上 一个民众特别打电话给我 他说他这样摸 怎么会对 我说什么事 他说我儿子下个月要去当兵了 如果寄查询单来 他怎么回 你看这个民众 他还不会想说 我做老婆 我帮他回就好了 就表示这些去联署的人 人家他是很懂法律的 他知道他不能帮奥儿子写 还要签名盖章 他的儿子如果没有签名盖章 请问怎么办 所以人家没有回 或者是没有按时间回 不能这样就给人家认定无效 国民党的市長 谢国梁 如果要用这种奥报 洛杉报 台阁报 卫电效报 我今天不客气的讲 其实我实在是很生气 这个因为我是读法律的 我知道什么叫做合法 什么叫做依法 如果你真的读过法律 我不知道你的行政法 有没有读 行政法的每一个教授 都不会这样教你 从翁月生教授 翁月生大法官院长 陈仲谋等等 这些相关的行政法的教授 每一个都告诉你 行政法的两大支柱 法律优先跟法律保留 这是不可以打破的 这么清楚 他就是用行政规则 而超越法律 这就是国民党的市長 叫谢国梁所做的事情 叫国民党 每个人的输出来说 看他敢这样说 看他怎么讀 我知道为什么勇哥会这么生气 这也是现在台湾人民的感觉 就是说谢国梁 他算得太理解了 各位这张图给他看一下 谢国梁说蝙蝠有残卵 我要回应他说 市长 你跟你的幕僚 脑袋有动 刚刚勇哥有讲 读法律都知道 法律是有层次的 法律是有规范的 是有得力的 可是现在这些 忘称自己读过法律的人 根本没有把法律放在眼里 刚刚说他超过中华民国 台湾的法律 对谢国梁团队都超过 中华民国台湾的法律 而且他的党羽 立法院的蓝白 也都超过中华民国台湾的法律 现在正在视入视线 给大家看一个比较轻松的 跟这些人讲道理的气息 来看一下 这个图说什么 堵侠里面的陈小涛说 他后面那个话题说 我宣布这一局不算 从而拿回去重新再玩 现在谢国梁就在玩这个 联署不算 全部拿回去再玩 来各位看一下 这些都是属于不算的理由 我问的是说 你如果这么厚 为什么只有基隆市政府 发现了这个创建 其他的市政府 从来没有这个问题 为什么 因为你们的动机不纯正 各位这九项下去 表面上说好像是非常严苛 很容易就会误触 你们的规范 就会变成无效的连署 更重要是什么 各位有没有听过 我们所有的选举 所有投票都是秘密的 原则上是不能把这些资料 泄露出去的 现在大家要罢免你 结果这个主委 是你的市府的秘书长 公文上面写秘书长 然后继续说 这张是不是在寫的 你联署的 你要罢免对不对 来你这要申一个名 你有种在签和名寄回来 这样罢免才算 各位 如果我们在选举的时候 站在外面偷偷录影 刺探都是违法的行为 请问举行民众 这样可不可恶 这样可以合法吗 我要讲的是 中央选委会 全国人民支持你 就出来给他做好的指导 说你不能这样做 各位 基隆的选委会 你们玩得太凶了 这是什么 黑社会的主持犯罪啊 黑社会的报告 你如果我选 刚才我跟他打你 看到对不对 是不是你 抓手一下 不然把你帮你刷 现在就是这样子啊 签名告诉我 你真的要罢免我 我要讲的是 基隆也是一个小城市 每个人都有联系 我觉得不要为难人民 人家既然表态说要罢免 就让他好好去执行 他该有的参政权 上一次 你们冲到 我们说的 这间 东岸商场 上市冲进去是什么 是抢夺人民的私产 侵犯的是财产法益 这一次呢 你侵犯是人民 在公法上 行着参与的权利 我要讲的是 其实谢国长上一次 没有 我们没有污蔑他 我们没有错怪他 他不是因为 像别人说 是什么科药 还是喝酒之后 然后冲动所为 叫警察冲进去 不是 是因为他的心里面 真的存在 真的存在一个 我们说低于国民 一般水准的法治精神 他不知道这个军事错的 他不知道随便大猪大一公 这个无效的连署 这是错的 所以他一错再错 我要问的是 谢国长 你不叫严谨吗 你不是想到 就冲进去吗 你不是生气就开直播吗 不是就在广告上 直接骂人家 说人家动机不纯正吗 我要退一万步说 你在挡 在挡 我们要讲的是 如果一旦挡不住 冲进去 我会跟你讲 这次你的罢免票 会很多很多 人民的愤怒 已经累积到极致 就如同我们在党人民所看到的 这个就是故意在党人民的参政圈 请中央选委会鼓起勇气 人民支持你 对于这样地方的选委会 做不公不义的事情 应该受所有人的谴责 我要让大家知道 中选会的副主委陈朝鲜 他是个行政法的专家 他是个行政法的教授 他说如果地方选举文会 没有依法令办依选务 必要时会依 依就是指中央选举文会的 职权会依其职权调查证据 并做适当的处置 我要再让他知道一件事 我们现在很多银行固定时间会寄个信给你 你有没有变更什么等等 我讲过嘛 有些保险公司也会寄给我 我都没有回应 请问我的保险单有没有效 还是有效啊 时间到了 我还是把我的保险费领回来 保险的这些相关的 有的是储蓄保险就可以领回来 他敢不敢说 我去年寄一封信给你 问你啊地址什么 我变更你没有回 所以保险单没有了 没收他敢吗 如果可以这样子的话 那谢国良你们家的基隆二信 可不可以随便寄给存付一张信 所以请你回答 你现在在我们二信合作社存多少钱 没有回就没有钱 所以你就没有钱 就没收可不可以 当然不可以嘛 所以我要问的就是说 拜托你也差不多 也许讲说银行不敢这样做 可是谢国良 你叫做看银行的 你出来当市长你就敢这样做 这也差不多 市民办餐会挺谢国良 所以律营质疑说这违法 基隆三海关社区住户 七月二十一日要办餐会 挺良反罢 我要告诉大家 检察官 这个已经有期约会选 如果他们当时的决议 要办什么什么餐队 你们去查应该可以查得到 他们一定有这个决议 就是要三千五千 你去查看看 如果查出来开始有 就已经构成犯罪了 因为他已经契约了 已经契约了 大家可以注意 还有基隆市更糟糕 基隆市公车沿路漏油 你也差不多 实名歧视 先咬咬咬咬 惨摔 市政府说会负责到底 是啦 人民摔了以后才负责 你不要让他摔你就不必负责 人民也不必受伤 基隆买五十辆中古公车出包 人家台北市买的都是新车 新北市买的都是新车 桃园市买的都是新车 人家旧车八年不要了 以基隆市政府去买旧车 十二天七起抛锚 手刹车的零件还会掉出来 这个车怎么做 基隆公车平平抛锚 基隆市政府说两年内全泰万城电动公车 你也差不多 你只要电动机车不要做 可以让基隆市民十四年做公车免费 马上就可以有了 基隆公车平平出包 处长遭拔官 这个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代罪高粱 一人轰谢国良谢哲 要换的是公车不是处长 你换处长有什么用 公车还是继续漏油 所以让我们新北市先说一下 基隆 你新北市都买新车 为什么过两次买旧车 你们新北市也不送电动机车 为什么过两次送电动机车 送到无级买公车 这个市長也很厉害 这种交通政策真的让人要傻眼 我们的交通政策应该是说 城市应该要减少是运具 让大众运数工具多中被使用 所以我们一定会在公车 捷运这样大众运输运具上面 要多花一些钱 安全 这个第一个 第一个这个最基本的要求 可是我觉得勇哥 我之前只有听过像东南亚国家 有买二手的公车 我很少听过说我们这个这个时代 我们的台湾的县市 而且还基隆市 台湾头还要买二手的公车 我问一下来来来 台北市有没有买二手公车 怎么可能 不可能 基隆市有没有 不是基隆市 基隆市已经有了 新北市有没有 有没有 不可能啦 新北市现在有三个议员在这里 一个 两个 三个 三个都说没有 台北市说没有 我当过台北市议员 我也明白告诉你 我没有看过 我们会卖 台北市会卖二手公车给其他人 不过通常都是比较 有一些甚至是其他国家 一般来讲 都都是送到其他国家 其他国家去 其他些是也不会 对啊 他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 编这个要买什么电动机车 政策有他的顺序 他还没有轟到公车 很好的用在大众运输工具上面 我不懂啦 那这个一点讲的也没错 比电动机车重要啦 因为他是大众运输工具啦 是奥迪桑 奥巴桑在做的啦 结果他补助公车给年轻人 让奥巴桑 奥迪桑的老年年 去坐这种乱七八糟的中古公车 然后还会漏油 再让年轻人的十个骑士惨衰 手沙子还喷出来 买到这种 太夸张了啦 手沙都喷出来一片漏油 然后骑电动机车跌打这样子 这个公车什么售买的 不要都推给谢国良啦 不是 这不是谢国良的基隆市 难道是新北市 之前 之前有没有嘛 不是嘛 我是觉得说 不要说什么都推给谢国良啦 而且确实啦 公车坏掉 你要换的是公车 不是把处长换掉 你换了一个新的处长来 公车还不是照常换 其实有一件事情 对不对 有一件事情马上可以解决公车的问题 换市长 有道理 这在进行当中了不是吗 你也承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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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在进行当中了 来 議員 你过两次的 你过两次想要再拒命 我说一下 笑话给你听 这不是笑话孰适的啦 你知道我在海洋大学 也有在兼科啦 我也是海大的教授啦 海洋大学就在基隆嘛 我的学生有住在基隆的啦 他说他暑假要去游学 但是他有连署 他说啊 现在只要没有回就无效 那他会不会变成无效 他不敢去了 他写个简讯给我啦 我说 老师无从回答你 因为碰到一个说他是读法律 法学硕士的一个不懂法律的市长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然后那个公车 好 我想那个公车的话 台北市跟新北市 最近不是都换一批全新的 低底盘电动公车 对不对 而且这个中央都有补助 中央有补助 我给大家报告 很疲倾的我们基隆 会要买电动机车 低底盘电动公车 一台都没有 一台都没跟中央申请补助 我完全弄不懂 中央有补助 那我们基隆可以不用花这么多钱 去买一台全新的 低底盘电动公车 他为什么不做 是不会写计划吗 还是不懂得说 中央有这样的一个政策 我完全弄不懂 谢国良的逻辑是什么 他整个心思就放在 他要买电动机车 来给青年朋友 可是青年朋友 电动机车也只能坐 騎到火车站 他要到台北来上班 还是要搭大众运输工具 现在在讲笑话 年轻人骑电动机车 然后呢 因为碰到漏油 所以就惨衰 就是这样子 沒錯 然后歐巴桑坐公车 结果手煞车零件 被掉出来 这公车也沿路漏油 还常常抛锚 所以歐巴桑坐公车 坐一半抛锚 年轻人说我有机车 谢国良对我最好 他跟在公车后面就惨衰 这整个人 由老的跟少年人都中胜 这都市長 对啊 你弄不懂他的这种逻辑 所以干脆也不用换什么处长啊 直接把市长换掉比较快 这就是我讲的啦 换处长没用啦 换市长最快啊 然后他他两年要换一百二十三台的滴滴板电动机车 电动公车 我想要知道的就是说谢国良你的钱都会来 你知道吗 在我们我的选区仁爱区仁爱市场冷气不够冷 然后要换个冷气 市政府说没钱 然后要来中央要求补助什么 结果他有钱去买电动公车 真的是很大的一个疑问 谢国良搞不好跟你讲 那冷气不能 我我还比台北市好 为什么 因为马英九在当市长的时候 做个圆环 把圆环重做以后 没有冷气 然后呢 要卖吃的 我再告诉你没有装瓦斯 还要还要去抱瓦斯桶 所以你知道现在是什么吗 现在是变公园 所以我意思就是说 后来圆环就被马英九给毁了 所以我在想说谢国良 你是要学马英九是不是 要把整个给毁掉 是不是 有天才 我看得到天才的市长 我真的第一次看到这么天才 两年之内买一百多台的这个电动车 我实在是完全不懂 他的逻辑是在哪里 你既然两年内要买 你干嘛今年去买旧的呢 你干嘛今年去买旧的呢 没错 所以啊 这很离谱啦 所以我们在看到谢国良的离谱 大家就拭目以待吧 我就要看他怎么把这些查询单 没有回的预期回的 通通要把他当作无效 我就看你怎么搞 我就看你怎么去搞这个 让人民更愤怒 而且人民会质疑啦 国民党放任这样子违法行为 你们国民党真的干得下去吗 谢国良这个行为是违法的 违反行政法的两大支柱 法律优先 法律优位 还有法律保留的原则 请你去搞清楚 啊 说下去 悲哀啦 不过还有一个也蛮悲哀的啦 台北市私立幼稚园 一个狼私案隔一年才调查 林进党批柯文哲私职 讲话我们谢哲 幼儿园监视器影像曝露出来了 狼私狡猾要闪镜头 教育局调查又慢半拍 说啊没画面 是真的没画面 还是你根本就没有查 还是因为有人开协调会 去帮忙还是怎么样 还是说市府官员帮忙 还是议员开协调会帮忙 还是有什么人私底下帮忙 这很离谱 而且是几十个小朋友受害 听说那些不雅的影片 有六百多部的影片 你看多多小孩想的呢 先来看个相关报道 他没有教保员资格 为何他可以担任教保员 绿营议员拿出监视器画面指控 情绪越讲越激动 北市幼儿园性侵案 报出涉案狼狮 2021年尚未取得教保员资格 就已违法在幼儿园工作 加上园长母亲的庇护 才会后患无穷 2022年的时候 7月当时也通报了教育局 教育局也陪同去看 监视器画面没有任何的状况 监视器没有 但是小孩子受伤是事实 为何你当时第一个时间 没有启动调查小组 早在109年7月的时候 就发文告诉大家 只要经过该县市的 性别平等教育委员会的决议 就可以命该服务人员 教保服务人员 暂时离开校园现场 放任了这个狼狮 继续在幼儿园里面 炮轰科前市府 蒋市府三大缺失 包括2022年7月7号 首席家长报案后 教育局警调阅监视器 声称查无证据 但孩童验商属实 却没有第一时间 成立调查小组 2023年3月 幼儿教法新制上路 在司法调查期间 北市府也没有立即 将囊师停职 突到7月第二起 辛勤案例通报后 裁定积压才停职 直到10月份 才将幼儿园勒令停业 期间幼儿园竟然还持续招生 家长们全被蒙在鼓里 外界的各项指控 也应该要本于事实 我们上任之后 第一次接获通报 是在去年的7月 外界所指另外一项通报案 是在前年的7月 当时我还没上任 但是我已经请同仁去检视 当时接获通报 前年7月第一时间处理的过程 没有所谓的不作为 我们穷尽一切可能在 当时既有的规定上来处理 柯温哲逼而不达 而且蓝白不断跳针 强调当时查无不法 并非言之怠惰 所以这件事情 我们现场有台北市议员 苏培咱们来看 这个事情确实是让人发指 原因是因为 你知道吗 所有的幼儿园的孩子 大约是两岁到五岁 会送到幼儿园去 那这个年纪的孩子 其实在上厕所 其实都无法 很多不会擦屁屁 所以都要教保人员来帮忙 那这个教保人员如果有坏心的时候 你知道吗 爸爸妈妈就是等于把孩子洋入虎口 送到这个幼儿园去 所以这个事件在爆发之后 为什么所有人都怒了 原因就是因为 2022年的时候 7月 这个信义区的幼儿园 就已经有A家长报案 说他的孩子在幼儿园被教保人员有妨碍性自主的事情发生 结果教育局呢 只有去掉前一个月的监视器 因为我们都知道 幼儿园的监视器 只要保留一个月就好了 所以他只能去掉到一个月而已 所以接下来 因为这个画面完全看不到这个狼师 后来的不处理啊 直接就跳过就完全不处理了 一直到2023年7月12号 又有家长去报案的时候 警方才以性侵害的方式 报检察官 检察官收押之后 教育局才开始调查 那我们要问的 就是在这2020年7月 到2023年7月这当中 难道教育局完全没有责任吗 在司法调查的过程当中 台北市的行政单位 完全不用调查吗 你知道 这几天因为开始有案子在追 你知道台北市的教育局出来讲说 因为2022年7月的这个案子 没有陈情人 没有检举人 没有画面 没有证据 所以无法行政调查 真的没有吗 真的没有 怎么会没有 不然谁去报案 就有人检举啦 这场啊 对 而且隔一年6月的时候 就有不起诉书 不起诉书是因为检察官 扣不到画面 没有积极的再去针对这个毛姓的教保员 去收他的电脑 所以不起诉了 但有没有人报案 有报案啊 所以怎么会没有捲取人 所以后来这个毛姓的教保员 他的电脑里面听说有很多 是 很多的不牙影像 所以我要讲的是说 有没有这个 这个要讲清楚啊 对 我要讲的是说 这上面有两个部分的问题 检察官进行司法调查 但是教育局身为主管机关 身为管理幼儿园保护孩童的机关 他到底在这过程 有没有行政调查 你知道很多的家长 非常的笨 所以我先请教一下 那听说有600多部不牙的影片 哪里来的 这个600多部的影片 就是因为这个教保员 是幼儿园园长的孩子 所以监视器 这个幼儿园园的监视器 放在哪里 角度怎么样 会被拍到 这个教保员都知道 所以他全部都闪过 所以他闪过 这600几部里面 是因为2023年 再有家长去报案的时候 检察官在 在侦办的过程当中 申请了搜索票 进到这个教保员家里 去把他的电脑查扣出来 从他的电脑 从他的手机 从他的平板里面 查出了600多部的幼儿 性器官的影片 可恶 非常可恶 测试检察官非常认真去查 但我们现在要最究责的是说 如果2022年7月 那时候柯文哲在那里面 他那时候 知道这个案子 积极的教育局进行调查 你就发现说 这个教保人员 跟这个幼儿园园长有关的 你那时候就开始 市井所有的家长 所有的家长 不会再把孩子送到这里去 所以是园长的儿子 当教保员 然后性侵这些小朋友 是 然后里面竟然有600多部的影片 在教保员他家被搜出来 没错 没错 那我们要问啊 600多部耶 对啊 啊我们这中间的过程 这一年当中 柯文哲2022年 做到12月25日 22月25日 隔一年的7月 是蒋外安当市长 请问这两个市长 到底在做什么 现在教育局都说 因为呢 我们的教 我们的这个教保条例啊 当时没有说 如果教保人员被调查的时候 要怎么样处理 这白产 我跟大家说 109年7月24号的时候 教育部就发了一个文 他说那时候 我们教保条例在修正 不过如果有教保人员设办12条 也就是相关的性侵或性贫案的时候 要怎么处理 我给大家看 他说 教保机构的教保服务人员 如果有涉及性贫法或儿少保护法的时候 教保服务人员的身份 经学 经提起学校 或者是主管机关 提请性别平等教育委员会 决议之后 就可以命该教保人员请假 或暂时离开校园现场 准备调查以维护儿童的权益吗 所以我们要说的就是 柯文哲 你七月的时候 2022年7月的时候是你当市长 你知道这个案子的时候 你做了什么样的处理 蒋万安 然后呢 3月1号 新的教保条例实施之后 也是一个新的点 你也没有处理 所以多这一年的时间 再来 再来 二十几个案 然后这些孩子都算了 多了二三十个案子 还有 最后 其实那个时候如果赶快做这个 幼儿园就让他赶快停止 就马上把他撤照了 那最后什么撤照了 是 我要跟大家讲 今天国民党出来讲 先讲民众党好了 因为2022年7月那时 柯文哲当市长 督导教育局 督导社会局的人 叫做什么 叫做黄珊珊 督导的副市长是黄珊珊 结果黄珊珊在哪里的 回应媒体这个案子的时候 她说什么 她说我2022年年终就辞职了 结果咧 我们现在调出来的资料 她是到8月28号才辞职 所以7月7号事情发生 到8月28号 黄珊珊你就是还是督导的副市长 你那时候在做什么 教育局有没有跟你讲 社会局有没有跟你讲 你做出的决定是什么 你是不是因为你要选市长了 你都无心 所以你现在只能讲说 那时候我年终就辞职 没有 事发当下 你还在当市长 所以换句话讲 台北市政府的失职 造成这件事情 这件性侵案的加重跟扩大 是 问题就在这里 没错 而且我还要再讲 讲万 现在国民党为了要帮讲万安 因为我们都知道 3月1号教保条例实施之后 其实讲万安如果积极的处理 还是能够保护到这些孩子 但讲万安没有处理 国民党现在因为讲万安被究责 所有人出来开记者会啦 徐晓鑫就说 你们民进党在做什么 你们从去年到现在你们做什么 我告诉大家 我们做的很多 只是都不像你徐晓鑫一样 徐晓鑫 徐晓鑫 只会沉重的 什么什么儿哨性剥削条例 什么你有参加 胡说八道 你连委员会都讲错 连卫福部主管的你都搞成教育部去 你胡说八道 徐晓鑫在这个案子上面呢 他在去年八月的时候 开了一个协调会 但是这个协调会的地点通知 是借了幼儿园帮你通知所有的家长 幼儿园帮他通知 对 徐晓鑫那我就问这句话 幼儿园为什么帮你通知 是不是你站在幼儿园的立场 还是站在民众的立场 你要讲清楚 为什么幼儿园帮你通知 所以因为这样子 在说明会的过程当中 幼儿园的家长认为徐晓鑫 针对这个幼儿园 从2022年就开始有案子 然后教育局也没有调查 失职的部分 他没有究责 所以他开完说明会之后 他就用了一个陈情书给宏建义议员 宏建义议 你说家长是吧 对 家长陈情 徐晓鑫没有用 因为徐晓鑫的协调会并没有完成 所以他就去向宏建义陈情 所以在2023年8月13号 他写了陈情书给宏建义议员 宏建义议员把他的陈情书转给教育局之后 教育局才开始停止这个教保人员的停病 然后包含这个幼儿园停招这件事情 是当年的10月1号 所以换句要讲 然后这个负责人被处罚30万 都是因为宏建义要求教育局积极处理之后 才有的处罚 所以我的下个结论 我不知道你徐晓鑫到底是站在哪一个立场 为什么你的协调会没有用 没有用最后人家家长反过来 只要去跟宏建义去陈情 因为这个一般家长不太愿意把这种事情扩大 所以一般来讲只会向一个预言来陈情 因为他怕小孩子的这些被性侵 他不愿意张扬 怕英勇就是孩子的未来 竟然没有用 所以只要跟宏建义 陈情宏建义有用了 宏建义就去做了 所以这个教保员被停职 这个幼儿园就被停召 所以这个幼儿园的厅长就被整个罰钱了 所以整个事情就是宏建义做的嘛 所以这一些证据很清楚嘛 我今天为什么把这个讲清楚 来 我们现场来提一下说这样子的话 現場都議案啦 除了罗毅斯不是以外啦 来啦 为此开始 欸 会这样 你说多少个博文 两个议员为什么差那么多 没有 我还是觉得 我认为每个议员接到陈情 应该都会认真处理 那只是说处理的一个状态 我们说真的 刚刚勇哥你说 找了许晓鑫 没用才去找宏建义 不是 许晓鑫说 找他的时候 刚刚甦白我讲 帮他通知的竟然是幼儿园 人家是检举幼儿园 他去叫幼儿园通知 你也差不多的 检察官说这个人犯罪 然后那书记官通知那个犯罪人说 人家跟你说你犯罪 他想要帮大家解决问题嘛 但是可能每个家长 他不一定都认识嘛 所以透过幼儿园去联系 这个家长 我觉得本来就是有可能的嘛 他为什么不透过教育局 一定也会来 一定会出席 要不然怎么开協调会 不是要透过教育局 不是透过幼儿园 所以每个人手楼没钢 所以我是觉得 也不用说胡晓勋没有出力 我觉得只要是明代接受到这种案子 尤其是这种性侵案子 我觉得大家都会认真的看待 认真的处理 我们要恢复一个事情 今天我会拿出这件事情 特别来讲 每一个民意代表收到这种案子 都应该要激起处理 但我今天会特别的讲 原因是什么 因为今天徐晓芯问民进党 有没有处理 对 今天徐晓芯开记者会说 你们民进党睡了一年 没有人在睡觉 他是指2022年那一年 他不是说2023年没人处理 2022年那一年 徐晓芯也是台北市议员 而且他应该是质疑的是 这个吴佩毅跟那个 我要问的其实一件事 徐晓芯我们昨天有特别提 儿童性剥削条例的修正案 在立法院通过 他根本就没有出力 也没有去发言过 从来没有 他竟然可以讲说 他出了很大的力量 而且他到教育委员会发言 就搞半天 那个法案从来没有 在教育委员会审理 因为那个法案是属于 卫福部的法案 是在未完委员会 所以你连委员会都胡说八道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徐晓芯八十月也不能说 我今天不客气的讲 你就说谎话嘛 是 就说谎话嘛 来我们这边女议员来说 这种会接到 对我包括以前在当律师 我们也都处理这一类的案子 我要特别说 2022年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有 幼儿教育及照顾法 这一部法律 这一部法律里面规定什么 你只要幼儿园里面 有发生性骚扰 霸凌或者是性侵害 等等的案子的时候 主管机关就要开罰 对这个幼儿园要开罰 六万到六十万 第二个他要公布行为人的姓名 还有幼儿园的名称 对这个在五十条 这个在五十条 对 不一样的法律 你讲的是照顾的 对对对 我讲的是剥削 然后这里面 他就说违反三十条 三十条怎么说 他就说如果有这个霸凌 性侵 性骚扰 或一些不当对幼儿 不当的一些行为的时候 你要成立调查小组 来调查这个案子 从二零二二年七月 第一次发生的时候 台北市政府就没有做到 这一件事情 而且这一部法律在一百一十一年 也就是二零二年的六月二十九号 才又修正过 他在一百年的六月二十九号通过 一百一年之后 一百一十一年的六月二十九号 修正了部分条文 表示这一部法律是早就已经存在 你台北市政府怎么可以做事不管 而且还等到一年以后 被人家通报了 然后你还在等两个月才让他停招 这太离谱了 这就是我认为台北市教育局的问题在于 那个教保员是园长的儿子 所以你要知道 当有人在检举这个教保员的时候 那个园长一定会掩护 护航 这个时候你教育局 你就必须要知道 你如果不知道就是你的失职 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而你知道了以后 你相关的证据什么 你要提供给检察官 让检察官有意识到说 这问题可能出的很麻烦 然后他要申请搜索票去搜索电脑 东西才会出来 一般来讲 这些人都会有这种性癖 会把这影片留在他的电脑里 我想这个我们在犯罪学里面都读过 所以我在讲说 贾琳 这也很离谱 台北市政府这样 然后我发现徐晓欣也离谱 奇怪的怎么这都离谱 我爬梳了一下这个勇哥 我爬梳了一下他的 七月七号发生 他迟到七月 隔年的七月二十号 教育局才成立调查小组 因为这两个 这个一年当中 教育局显然都没有相关的作为 其实我们在直轄市 我不知道这种是不是这样 就是说他只要有任何一个 性贫的这个陈述啦 陈情啦 或是纠纷等等 马上就要成立调查小组 不可能等一年了 而且二十几个小朋友 有这样子连续被牵害 而且你看看这一年来如果说这些家长知道这个幼儿园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正在调查当中 这些家长他心里面会多愧疚 如果我早知道我怎么会把我孩子送去那里 他就是不知道嘛 他什么都不知道 因为教育局连调查也没有嘛 那他问我们看报道还有去问这个园长 园长说没有我们都没有什么事 我们正确知道说这个园长跟他孩子会不会是共犯结构 我刚听苏菲在讲说是六百多部的影片 会不会就是透过幼儿园里面监视区拍得的 我觉得有点担心你知道吗 就是说这个这个这个毛性嫌犯 他除了他会闪避 因为他知道这个这件事是他们家装的 在哪里他都可以经过 我可以讲 对啊 请检察官去查一下这个园长 有没有隐匿犯罪证据 隐匿犯罪证据 你明知道这一些也是犯罪 这也是共犯的一种形态 所以刚刚提醒 我说我们这也提醒检察官 他妈妈这个园长也要办 对啊 会不会有共犯的结构 不过勇哥我是发现说奇怪 你看这个在台北市 柯文哲 蒋万安 蒋万安是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五号就上任 所以你不能再卸責说 这个根本没有关系啊 还还这个倒打无配一把 人家监督你的人 是你该做 现在是无配一在做市長 你在做市長 奇怪 我们新北也发生过 这个疑似 这个未要疑似的案件 到现在也都没有下文 那新北还有发生什么 恩恩案 最近为什么烧起来 因为网路上一直烧 一直烧 一直烧 想说是不是被掩盖了 为什么大家都不报道 大家还开始去追说 哇这个事情那么严重 不是因为随机在路上碰到坏人而不是 是你送到这个幼儿园去以后才产生这个事情 那种家长的愤怒跟不平 我们要了解家长那种愤怒跟不平 因为家长会自己有内疚说 是我把孩子送去的 对啊 而家长 家长他不知道这个幼儿园是这种状况 怎么可以这样子 哪有呢 怎么疏忽呢 这小狗理破呢 勇哥 司法是一件事啊 行政责任当然要究责嘛 所以怎么会现在反的监督台北市政府 一模一样 台北市政府的副发言人出来讲说 吴沛亦 你们为什么2023年不监督 你们是头壳坏掉是不是啊 今天 我跟大家讲 他们为什么这么诡异 因为蒋万安跟柯文哲师傅都有问题 我先讲柯文哲 柯文哲大家不觉得怪怪的吗 为什么黄三三后来她讲那个辞职的时间 跟这个狼尸的案子的时间点 后来不一样会说谎 因为黄三三讲说她是年终离职嘛 结果我现在被发现她是8月28才离职 可是当时报案是7月 所以报案的时候 黄三三你是副市长啊 你是督导这个案子啊 我讲结论啊 结论是那个时候就在拼选举嘛 黄三三那个时候在离职前一个月 你看她所有的行程 都是在做选举的布局啊 那那个时间点为什么一定有责任 我以前在行政单位也服务过嘛 这种未成年在教育单位里面的疑似性侵案 二十四小时之内要通报主管机关 主管机关是谁 教育局 教育局这种案子 你敢不通报市长副市长吗 没有通报的这局长已经被file掉 不敢啊 他们还开承报不是吗 所以 所以 这件事情我们会继续追下去 我是觉得非常的痛心 因为当我看到报导说 简单官搜出了六百多部的 不雅的性影像的时候 我真的是 shock 真的是嫩住了 这些都是小朋友的 这是违反国际公约 我再讲一遍喔 违反儿童福利公约 这是违反国际公约 很严重的事情 那这个事情 太太太可恶了 不过 我想罗医师也要发表一下 我觉得这件事情 我们 不要单纯只看这一件事情 然后刚刚听到说 像许晓星议员 现在是立委了 讲那些有的没有的 我觉得这都不要认真去听 他就在包庇这个市府 各位 你们有没有玩过 罗伯敦 黄罗伯敦丸 白罗伯敦 白罗伯敦丸 柯文哲敦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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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换蒋万安蹲跟推 来看这一张 只看一件事情 不能了解这个市府 烂到哪里 各位我想请问是 之前的凯凯案 一样啊 他已经出洋 已经安置啊 市府没有责任啊 中央没有要求啊 保龄案不是一样 第一时间没有查扣那些食材 中央没有规定啊 为什么没有讲啊 法令不够啊 蒋万安说什么 赶快修法 赶快赶快乘处 各位 都是一样的推托啦 推托什么 中央没有法规啦 说什么 中央赶快修法啦 但是本质是什么 都是行政怠惰 都是推诿色责 都是人血 刚刚勇哥讲 一个孩子 两岁到五岁 各位去想象 我们周边都有这样的孩子 我们要怎么样保护这个孩子 他被送到那个地方 为什么人民会相信 可以去那个地方 照顾孩子 因为政府立案说这个可以 同样的 之前的凯凯案不是一样吗 为什么送去那里的保姆 我们可以接受 因为他说他有执照 为什么保龄案我们接受 因为卫生局定期都有在督导 这些卫生行政 所以我们要讲的是 市政府 你欠台北市民一个公道 而这个公道 连结着几十个小孩 一生的幸福 各位要知道 一个人被性侵害 那是多么严重的事情 这种性导错 这种性变态 这种恋童癖 加上性侵的行为 在台湾社会 竟然在一个无能的政府的包庇之下 他进行了一整年 然后还有几个跳梁 响丑艺人说 你要我监督 如果我们在考场抓到有人作弊 你说你上一场又没有抓 这一场才抓 各位 作弊的人自己觉得羞难 要钻到土里去 要接受退学的 这样的处罚都来不及了 你还在那边说三道四 所以 江文安 你说你是三宝爸 我看到你 幸福和的样子 我也祝福你啊 可是我们的市民 他们难道不能够 把唯一的宝贝 把他保护好吗 你欠台北市民 一个深层的公道 所以看到这件事情 我们会继续追 那看看他 最后是怎么一回事 到底查的怎么样 不过我们要让大家看到 美国的选举 真的影响台湾太大了 枪击激化对立 川败同罕团结 川普跟拜登 他为什么对台湾 有很大的影响 因为就像杨书帝 前AIT的处长讲的 台湾不是局外人 台湾不是外出 台湾是内出 因为美国的整个的这些 国际上政治的作为 会影响台湾 川普遇刺 最可恶的是 我们看到今天这篇文章 他说川普遇刺 暗示收拾耐清德太显恶 文章看在中国时报的言论版 恶毒的诅咒张口就来说 譬如同样在台湾的社会角落 有没有人正在 恶恶恶的紧盯着耐清德 你看在这里暗示 沒有人敢暗示这种事情 也只有这一个人敢 这个人当然是深蓝 蓝到不能再深蓝的深蓝 以前上次是个作家 我们觉得奇怪 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仇恨 太可恶了 再让大家看 现在拜登提名 一个《绝望者之歌》 这一本书的作者范斯 他现在是参议员 提名他 那到底这会展生怎么样呢 我们来看个相关报导 那个男人回来了 川普在枪击案之后 首度公开露面 出席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 全场欢呼和掌声震耳欲聋 川普不是挥手回应 并用唇形说谢谢 大儿子小唐纳看着老爸进场 还感动到眼泛泪光 不难看出 川普在枪击当中受伤了诱饵 明显包着一大块纱布 但是川普精气神看起来都不错 不知道是不是团队精心设计 川普招牌发型不像以前书的硬邦邦 而是多了一点温柔飘逸 川普当天没有上台讲话 全程坐在观众席聆听点说 不时还流露出微笑甚至灿笑 和他平常咄咄逼人的样子完全不同 而在他现身之前 会上各州代表票也一一入带 正式提名川普代表共和党 再占白宫 川普挺过枪击案后声势水涨船高 党大会现场可以说是人人士气大正 我们再次变成为首席主席 美国首席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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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 据说将会在为期四天的共和党大会期间隆重出场帮老公助选 我再把这个人写的文章念一遍给大家听 重点在这里 文章刊争在中国时报的原论版 最恶毒的诅咒张口就来 譬如他怎么讲 他说譬如同样在台湾的社会角落 有没有人正在恶狠狠的紧盯着耐清德呢 他藉由川普遇事写文章 挑拨暗示甚至诱导说 会由谁来出手收拾耐清德呢 这就太超过了吧 司法检教是不是该研究一下 这种言论有没有构成教授犯罪的嫌疑 你看 这个人 当然他一定是深懒 懒得不得了的懒 可以这样子来讲暗示 所以冠廷 中华民国有这种所谓的作家跟记者 跟资深记者 跟挺深懒的 我真的呼吁所有的朋友 不要去转传那篇文章 这种人不要让他有任何影响力 怎么会有一个人去叫说 就是鼓励大家的那种态度 延迟不同政党的 好像这种行为是对的 我没有让大家知道说 台湾有这种人 当人家川拜在同行团结 我们台湾有这种人 这种人 还在社会上呼风唤雨 还写文章 还登来什么 他竟然写了灯 我们要把他 我们要把他戳破 不把他戳破 不谴責他的话 我说他还要 他就会继续犯烂的 所以啊 不是啊 美国怎么面对这个事情 美国我跟勇哥分享 我前两天刚从美国回来 我刚到美国的时候 民主党跟共同党两边打到很激烈嘛 所有的那个精准投放广告 我都有收到 就是民主党在杀川普说 他是独裁者 等等的广告 礼拜六 川普一被枪击开始 所有的广告全部停 为什么 因为国家发生这事情啊 民主党当然会知道 对拜登的选情会有影响啊 所以我要请教一下罗医师 为什么台湾有这种作者 有这种记者 会写这种文章 暗示说 川普发生这个事 我们台湾也应该要来发生 好像也应该会由谁来出手收拾 为什么会有这种人呢 太可恶了吧 我觉得这些人的内在 他的仇恨感太重了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他仇恨那个 生养他 培养他的土地 我们台湾人其实很重视什么 我们重视的是和善 我们重视什么 是文明 讲政治也要政治文明啊 各位 刚刚讲说川普撞枪的时候 拜登说什么 他说 他指责这个暴力事件的病态本质 他觉得不能中有这种行为 我要跟这个作家说 你听到没有 美国总统说 你的行为是病态的 这个行为不仅于全世界 任何 我们说的崇尚民主自由的任何阵营跟国家 这是普世价值啊 政治是投票 是说服 是论述 我要跟大家讲的是 现在台湾一样的问题啊 拜登说 他谴责这些行为是病态的 台湾现在哪里最病态 哪里打架最多 立法院 开会不开 论述没有 提案不给他提 直接把人丢下去 丢出去 那些行为是反社会 一般人做不出来 现在有一个人 我们把他丢下去 你舍得丢吗 他会痛耶 会流血耶 这些反社行为 弥漫在我们现在最关键的国会 所以有一个交代手册 说什么 抢占国会制高点 回应过来说 如果现在社会里面 已经有这样的言论 我认为 我们国安当局 要非常重视这个行为 他已经迫切的影响到 所有台湾人民 人身的安全和自由 所以你看拜登强调什么 我们民主国家解决旗舰 是要用选票啦 不是用子弹 可是竟然有这种作者 有这种作家 在暗示谁来出手收拾 同样的 他说川普的这个事情 在台湾社会角落 有没有人正在二横横的紧盯着 就像那把枪 二横的紧盯着川普这样子 然后还好 没有产生重大的影响 川普他只是耳朵受了一点伤 可是他竟然说 他好像很希望台湾社会有这个 所以会谁由出手来收拾 这样子 拜登讲得真好 解决旗舰要用选票 不是用子弹 所以蜘蛛 我们台湾有这种人 有这种的 这要不要谴责 我们要不要谴责 我们要把它拿出来 要让民众知道 这种人是不值得尊敬 他的文章不值得尊敬的 对 他的文章我们不值得看 但这个人我们应该要谴责 刊登这个文章的人也应该被谴责 这个文章刊登在哪里 刊登在中国时报 我觉得你堂堂的一个大报 过去我是读新闻系的 中国时报的创办人 我们一定要在新闻史上 读到他名字的 这样子的一个报纸 居然去把这样子的文章刊登出来 难道是在叫说大家去学习吗 我觉得这真的是令人非常愤怒 你知道在川普发生这件事情之后 美国刚开始第一时间 有人在讲说 那是谁啊 自导自演什么的 可是马上社会就出现了矫正的言论 认为说美国再怎样 都是一个国家 对于暴力来介入选举的这个人 应该要被谴责 所以大家就开始导致 感谢